上午10点,全红禅荣获国家最高荣誉 华丽人生迎来高光时刻 大家好,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谢谢大家 全红禅在去年东京奥运会上 以完美的表现,征服了世界 为我国获得女子十米跳台的奥运会冠军 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14岁的年龄就获得了奥运会最高的荣誉 也成为中国体坛的宠儿 就在今天上午,全红禅又获得了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 那就是获得了国家颁布的五四青年奖章 这项荣誉是国家荣誉 是至高无上的 是对中国青年的最高奖励 今年15岁的全红禅 在去年就获得了中国五一劳动奖章 今年又获得五四青年奖章 可以说是华丽的人生又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 全红禅出身寒门 却从小立志 用自己完美的表现 征服了国人 征服了世界体坛 是我国青年体育界的杰出代表 在这里我们祝贺全红禅 祝贺中国跳水队 也希望全红禅在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 获得更高的荣誉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支持全红禅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